中彩票当天 我给女儿买了新裙子 给老婆买了新钻戒 女儿将裙子踩在脚底下 随便什么破烂货都给我穿 有你这种穷鬼爸爸 可真丢人 老婆一脸嫌弃 赚那么三瓜两枣 还买钻戒 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是假货 第二天 老婆转走我的存款提出了离婚 并要求我近身出户 我试图挽留 女儿却恶狠狠地瞪着我 鬼缘点好不好 楚叔叔还在等着我和妈妈呢 我心如死灰 签下离婚协议成全他们母女 没想到离婚后 老婆和女儿却抱着我的大腿 痛哭流涕 你不能抛下我们母女俩不要啊 看着崭新的裙子被女儿丢在地上 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捡起地上的裙子 拍了拍上面的灰尘 这种破裙子 你该不会是还想要给人退回去吧 女儿潇潇无比嫌弃地扫了我一眼 有你这种穷鬼爸爸 可真是丢人 老婆柳如烟拉过潇潇 也怪你妈我 嫁给你爸这种穷的一佛出事 二佛升天的没出息玩意 这裙子我并不是想要退了 只是想着潇潇既然不喜欢 那就到时候寄给山区有需要的孩子也好 耳边的讥讽声不断 我却没了解释的欲望 今晚你还是睡沙发吧 柳如烟丢了床被子在我身上 随后直接将卧室的门反锁了 我捏了捏口袋里没送出去的钻戒 叹了口气 自从公司可能会破产的消息传出来后 柳如烟就没有再让我在房间里睡过了 最开始还找借口 说看我为公司四处奔波太辛苦了 她睡得晚不想打扰到我 而如今索性连借口都不找了 连带着女儿都一起嫌弃起了我的无用 早上还睡得迷迷糊糊 柳如烟一脚将我踹了起来 宋文景 我们离婚吧这句话犹如晴空霹雳 我急忙从沙发上爬了起来 老婆 少还没有碰到柳如烟 就一把被她挥开了 你看看你现在 你开公司 人家也开公司 怎么就你混得要破产了 潇潇的小手拽着柳如烟的裙摆 也跟在旁边点头 就是 穷得给我买八笔娃娃的钱都没有 真是个垃圾 前几天 潇潇确实缠着我要八笔娃娃 可是一个八笔娃娃就要一两万万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更何况 我问她为什么要买 她说是幼儿园的同学有最新款的 那她就必须要有一个更好的 这样才有面子 小小年纪 就如此攀比 我自然拒绝了她 没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娃娃 让潇潇记恨上我 看着提着行李箱 已经走到门口的母女俩 我赶忙拦住了她们 老婆 我没有破产我从口袋里掏出了 昨天特意给柳如嫣买的钻戒 我昨天 中彩票的话还没说完 柳如嫣拿起我手上的钻戒 就往地上砸去 宋文景 你有完没完 昨天送你女儿一个破裙子 今天还要拿这种 拼兮兮九块九包邮的戒指 送给我吗 不是 这个戒指是真的 啪 柳如嫣一巴掌甩在了我的脸上 当初选择嫁给你 是我做的最错误的决定 老婆 我 我还想挽回 只是手还没碰到柳如嫣 萧萧就上前猛踹了我两脚 你这个穷鬼 鬼远点好不好 楚叔叔还在等着我和妈妈呢 二 楚云婷 柳如嫣高中时候的男朋友 她不是早就出国了吗 怎么现在又回来了 最重要的是 萧萧怎么知道她 甚至听语气还这般熟人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柳如嫣已经带着萧萧走了 房间里此时一片狼藉 衣柜里的衣服也好 抽屉里我给柳如嫣买的那些首饰也罢 就连洗手间里的沐浴露都被清空了 窗户并没有关 一阵风吹过 桌上开始摆着的离婚协议书正好飘在了我脚边 我颓然地坐在沙发上 前段时间公司内部出现数据泄露 导致大批量订单被取消 客户被撬走 公司也一度陷入了破产危机之中 柳如嫣她嫌弃我 我并没有怪她 我娶她回来 也不是让她跟我来吃苦的 可是 她如今连给我说话的机会都不给 我刚掏出手机 准备打电话给柳如嫣 告诉她我中彩票这件事 银行的信息就来了 我存在账户里留着让公司运转的钱 一笔又一笔全部被转出 直到最后只剩下空荡荡的一个零 虽然钱不多 但是这是能让公司维持下去的唯一希望 资金链一旦断裂 那么我公司就真的只能面临破产清算了 这张银行卡 只有我和柳如嫣知道密码 没想到 她竟然狠心至此 我给柳如嫣打去电话 却一个又一个被挂断 这一筹莫展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了 萧萧手上戴着的小天才电话手表 当初为了防止萧萧不小心走丢 电话手表上的定位 是和我的手机连接着的 我刚到酒店门口 就瞧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楚云婷 我强压着怒意 躲在角落里蹲守着 既然楚云婷来了 那么柳如嫣和萧萧 应该很快就会出来的 没等多久 柳如嫣他们果然跟着楚云婷 走出了酒店 楚云婷一手牵着萧萧 一手揽着柳如嫣的腰 此时的他们就像是真正的一家三口 而我只是在角落 基于他们幸福的小丑 叔叔 我等会想吃汉堡包 萧萧拉着楚云婷的手 朝他笑着撒娇 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听到 萧萧对我撒娇了 在家里他不是跟着柳如嫣熟弱我 就是对我翻白眼或者无视我 而如今他对着楚云婷却是这般的亲密 好的 萧萧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楚云婷说完 又贴在柳如嫣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话 柳如嫣称怪地看了他一眼 用手假装打了下他的肩膀 随后笑看着萧萧 萧萧 以后不要叫叔叔了 我的心咯噔了一声 萧萧连连点头 两只手抓着楚云婷的手摇晃着 爸爸 我的好萧萧 再叫一声 楚云婷抱起萧萧在原地转着圈 我整个人都猛在了原地 耳边不断传来萧萧稚嫣的声音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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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他们走后 我这才恢复过来 只是不知什么时候 眼角竟流有一滴泪水 我深呼吸一口气 给柳如嫣打去了电话 这次他接通了 宋文景 我和你 我冷声打断了柳如嫣的话 我同意离婚 也可以尽身出户 唯一要求就是 萧萧归你三 我和柳如嫣离婚的当天 就是楚云婷来接的她 她挽着楚云婷的胳膊 站在我面前 宋文景 你也不能怪我 人都是往高处走的似的 我不能阻止她奔向更好的人 走向更好的生活 只是 楚云婷真的是那个更好的人吗 我没有搭理柳如嫣 只是目光停留在楚云婷身上 你在那边好好的 怎么想着回国了呢 楚云婷笑了笑 瞅着柳如嫣的眼神 深情无比 我自然是为了阿嫣回国的柳如嫣低垂下头 而稍处都泛着阴羞涩而染上的粉红 看着两人的模样 我没再多做停留 只是直接去对了彩票 中彩票的时候 我想着的都是柳如嫣 觉得这是喜事 要和她一起去对讲 可她却没给我说出这句话的机会 如今想来也正是这样 才让我能够看清柳如嫣 刚到公司 我就被人拦了下来 宋文景 你什么意思 是柳如嫣的表姐 张眉眉 她像个泼妇一样 双手插腰 对着我一顿吼叫 你凭什么开除我 我面不改色地看着她 这家公司是我的 我自然有资格开除你 张眉眉呸了一声 还公司是你的 你别忘了 我表妹是你老婆 这公司有她一半 那就等于 这公司也有我的份 这间公司 我确实曾经分了一半的股份 给柳如嫣 可是自从公司开始亏损以后 柳如嫣就直接将股份 全部退给了我 并要求我换给了她现金 那时候 我只以为她是为了安全感 并没有多想 如今想来 只怕她当时 就已经在为现在的离开作准 备了保安 我并没有搭理张眉眉 只是叫来保 安想要将她拖了下去 可是保安还没靠近她 她就尖叫了起来 不要碰我 妈的 多给我鬼远点 张眉眉一边嘶吼着 一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非礼啊 非礼啊 快来人看看啊 这些人非礼我啊 周围的人都被她的声音吸引了过来 保安被她这副模样 吓得也不敢靠近了 张眉眉 你这么闹 没有任何意义 我将早就准备好的东西 直接丢在了张眉眉的身上 这是你这段时间 在公司内的所有作为 张眉眉身子颤了一下 强装着镇定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无所谓的耸耸肩 她咬牙瞪了我一眼 从地上爬了起来 宋文景 你现在想怎么污蔑我都可以 只是到时候 我和阿烟说的时候 你别说是我在挑拨离间就行了 之前我就怀疑过 张眉眉倒卖公司的机密 可是苦于没有证据 只能将她开除 可第二天 柳如烟就找直接威胁我 如果开除了张眉眉 她就和我离婚 苦于柳如烟的威逼 我只能继续留下了张眉眉 这个毒瘤 而如今 我和柳如烟都分手了 张眉眉还想要威胁我 不可能 我冷哼了一声 我和柳如烟已经离婚了 想要用她来威胁我 你还在做梦吧 我指着地上的东西 本来我还念着 我们好歹亲戚一场 不想给你难堪 但你既然要闹 那么这份证据 我会移交公安局 四 张眉眉跑了 其实我说的证据 也是唬她的 我只不过是心有怀疑 从她进公司后 就不少订单被撬走 又紧接着出现了 机密文件泄露的事情 可没有任何证据 只有我的猜测 如今张眉眉这辅佐贼 心虚的模样 证实了我心中的猜测 更令我怀疑的 是这件事的背后 可能有一把手在推动 从张眉眉进公司 到泄露机密 股价下跌 柳如烟把股票 全部甩给我 以此来折现 此时的我不得不承认 柳如烟不是从 我可能破产后 为了钱 才选择和我离婚的 可能她就是 这一切的主使者 这个可能性 压得我喘不过气 对完讲后 我这段时间 基本都住在了公司 好不容易 公司总算走上正轨 我刚回到家 就被柳如烟堵在了门口 宋文景 你中彩票了 我这才想起来 领奖时是拍了照的 虽然戴了面具 换了身衣服 可是作为和我 同窗共枕近十年的柳如烟 怎么可能认不出我来 我没说话 只是绕开她 坐在了沙发上 砰 桌上的玻璃水杯 砸在地上 水溅在我的裤脚上 玻璃扎碎了满地 宋文景 你说你净身出户 结果背着我藏了彩票 她怒视着我 手就快戳到我鼻子上了 你赶紧给我转五百万 不然就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 我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五十 丢在了她面前 这五十给你打车回去 张梅梅拿着高音喇叭 坐在公司门口 旁边还挂着横幅 无良老板 拖欠薪资 见到我 她立马从地上爬了起来 大家快来看啊 就是这个人渣 她冲到我面前 拽住了我 我发现她和秘书通奸 她就直接找借口 随便开除了我 秘书 从前为了让柳如焱安心 我公司内 从未有过什么秘书 但周围路过的人 不会管事情的真假 他们只会一旦 嗅到点风吹草动 就立马来看热闹 很快 公司门口就围了一群人 张梅梅瞧见人多了起来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直接赖在了我腿前 她开除我 我也认了 谁让她是老板呢 我们平民百姓的 罪不起大老板 听到这里 周围的人对着 纷纷指指点点 肆意议论了起来 这人看起来 思思文文 没想到 竟然搞这种 道德败坏的事情啊 可怜这大姐 无辜受了牵连 就连工资都没了啊 这种人渣 就是社会的败类 最讨厌这种 仗着自己有钱 就无法无天地拉击了 周围的人 群起愤慨 而张梅梅 在他们看不到的角落 挑衅地看了我一样 可怜我家里 还有卧便的老母 因为她拖欠工资 如今已经一命呜呼啊 周围的人听到这里 从开始的指指点点 有为首的人 竟薅起袖子 就准备朝我冲来 我眼急手快 趁着张梅梅 哭诉的功夫 逃到了公司里 只是我没注意到 有不少人正举着手机 对着我拍摄一通 五 张梅梅这两天 基本天天都来公司闹 为了避免碰到她 我索性窝在了家里 本想着 张梅梅闹够了 也就消停了 可没想到 不过两天时间 好不容易谈来的订单没了 之前答应 可以晚些时间 交钱的合作客户 也打了电话 催起了债款 宋总 你现在在网上已经火了 就别为了我们这些小公司了吧 我这才知道 这几天张梅梅来公司闹的事 已经在网上沸沸扬扬传开了 我这边刚挂了电话 柳如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宋文景 现在有两个选择电话那头 有打火机的响声 柳如烟旁边还有别人 一是给我转六百万 我让张梅梅澄清 张梅梅背后的指示者 果然是柳如烟 二是 身败名裂 倾家荡产 网上的攻势越来越猛 只不过是两天的时间 视频下就满是怒骂我的人 这些有钱人就是恶性 自己做了剑步的光的事 还要开除知情人 搞得人家破人亡才满意 在他们眼里 人命算什么 为了省点钱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壁雷这家公司 绝对不能去他们公司工作 柳如烟说的 要我身败名裂 倾家荡产 看样子是想用利用网络上的舆论 我最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接二连三的订单被取消 一个又一个的辱骂电话打来 我开始慌了 网络上的人像是为了发泄 羁押已久的情绪一般 像我住的地方都给挖了出来 他们用油漆在我家大门上喷上渣男 在我家门口摆放花圈 甚至还有人半夜在门口烧之前 宋总是我助理的电话 现在股价的下跌厉害 公司内部也有不少员工 助理虽然没说完 但我知道 这两天公司内部不少人都在担忧 到时候会被拖欠工资 一个两个都在闹着辞职 甚至还要求赔偿 股票下跌 订单撤回 催要货款 员工辞职 这一切同一时间发生 我用不了两天 就会如柳如烟说的一样 倾家荡产 至于身败名裂 他也早就已经做到 现如今哪怕我是出门去买个菜 都有老大妈在我背后对我吐口水 如今我也恍然明白过来 张梅没过来闹事的那天 围观的群众中明显是有几人为首的 只怕几人都是柳如烟安排好的 就是为了煽风点火 而网上只怕他也买了不少水军 至少其中那些谎称自己认识我的 是我公司员工的 说我经常性拖欠工资 还经常招票 甚至不给钱 被里边的小姐赶出门之类等等的 六 柳如烟的电话又来了 宋文景 你想通没 我刚准备挂电话 就听到那边传来了萧萧的声音 虽然之前我被他叫楚云婷伤透了心 但不管怎么说 他终究是我的女儿 柳如烟 让萧萧接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阵吸缩声 萧萧的声音就从那头传了过来 找我做什么还是一如既往的嫌弃 哪怕只是从声音 我也想到了他如今接电话的模样 只怕是翻着白眼的 萧萧 我话还没说完 他就不耐烦的直接打断了 你要是不给我妈转钱 你就不要再联系我了 我就当没你这种爸爸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吸缩 看样子萧萧是将手机还给了柳如烟 宋文景 六百万 一分钱都别少 我并没有搭理他 只是挂断的时候 萧萧的声音从那头传了过来 能不能别让我再接着穷鬼的电话了 一身的穷酸气 和他说一句话我都觉得恶心 网上针对我的视频越来越火 各种蹭热度的人也越来越多 柳如烟给我又打过几个电话 但都被我直接挂断了 我正在家里想着怎么解决这件事的时候 助理顾小给我打来了电话 柳如烟出来发视频了 我愣了片刻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从张梅梅来讨薪 其中就有几人为首 趁着所谓的打抱不平 煽动人群 以此来制造热度 我想 这些人应该就是柳如烟率先找好的 到视频被发上网 成为热搜 背后肯定都是有人在操作的 就像如今这视频上的热评 很有可能也是水军平上去的 而这背后的人 如今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 自然是柳如烟 镜头前的柳如烟面色苍白 眼角还有未擦干的泪 我是宋文景的前妻柳如烟自我介绍着 我之前只以为家丑不能外扬 所以她做的那些丑事 我都没有说出来 可是现在都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 我不得不为那惨死的阿婆 出来主持公道 柳如烟的话说的就像是 我真的害死了人一般 她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这卡里有两万块 是我和我女儿省吃俭用下来的 我愿意将这些钱 全部捐给张梅梅评论上 很快飘出了一堆 对柳如烟的赞扬话 同时这些人也都纷纷指责着我 这个宋文景真是该死 自己做错的事情 结果却要妻女来替她承担 宋文景 你怎么不去死啊 这么好的女人 你不知道珍惜 还做那些下作的事 真好 我要是有这种老婆 别说做那些道德败坏的事情了 就是路边的美女 我都不会去看一眼 看到这些评论 柳如烟的嘴角勾勒出一抹 若有肆无地笑出来 虽然她为了那个女人 将我扫地出门 但是阿婆是无辜的 那个员工也是无辜的 我该做点什么的 柳如烟说的情真意切 我希望大家 给宋文景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而她手边牵着的萧萧 也在这个时候开口了 希望大家以后不要怪我爸爸了 她 她不管 不管怎么说都是我爸爸 说着萧萧的泪水 就滑落了下来 萧萧的这番话 说得我眼泪水也快跟着掉下来了 原来她心里也是有我这个爸爸了 只是我还没来得及多感动 萧萧就突然惊呼了一声 妈妈 别碰我这里 气 是柳如烟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胳膊 柳如烟背过身去 可抬手的动作 依旧出卖了她擦泪水的举动 转过身来后 她像是下了某种决定 一咬牙 直接将萧萧的衣袖挽了上去 萧萧 你对你爸那么好 处处想着她 可她又是怎么对你的呢 你是这么懂事的孩子 出现在屏幕面前的 赫然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宋文景总爱喝酒 每次只要喝醉了 就会打我 如果我不在 那么我可怜我的萧萧 小小年纪就成了她发泄的对象 柳如烟的一番话 将我直接架载了过上烘烤 这一刻 我是那个出轨 逼着老婆离婚的渣男 也成了害死张梅梅妈妈的凶手 更是一个喝醉酒 就家暴孩子的畜生 看到我的那一刻 张梅梅有点慌 你 你 你找我来的 张梅梅为了整垮我 甚至找上了顾小 还好 我和她之间 有着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 有的人 例如柳如烟 他们将利益 看得比什么都重 也有的人 比如顾小 他们觉得情谊中过那些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我 假意让顾小答应 为网上的流言蜚语 再添一把火 但 实际只是将张梅梅 约了出来 我问了一声 将手机放在了桌上 你自己看看吧 视频里清晰地记录着 张梅梅鬼鬼祟祟地 从我抽屉里 拿出了一份文件 这 我 这 张梅梅瞬间百口莫辩 这个东西 如果我交给公安局 那么等待你的 绝对是牢狱之灾 张梅梅慌了 额头都渗出了冷汗 但你还有一个选择 听完我说的最后一个选择 张梅梅忙不迭地点头 只要你不把这个交给公安局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张梅梅走后 顾小莱接的我 车上 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张梅梅的智商属实不高 我跟着她笑了声 并没有接她的话 其实并不是张梅梅的智商不高 而是人在面对 曾经做过的肮脏的事情的时候 会没来由的胆怯 从而不敢正眼去看 张梅梅的心虚 让她不敢认真看视频 自然没有发现 视频上并不是她本人 而是一个身形 与她有几分相似的人罢了 我打开手机 静静地等待着 没过多久 果然有一条视频 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 冲上了热搜 讨薪之人 早已一命呜呼的母亲 竟有起死回生之术 顾晓轻则了一声 还是得花钱啊 这钱砸下去 热度一下就起来了嘛 视频中是张梅梅母亲 她正在搓着麻将 和旁边的人吹着牛逼 我家梅梅那可是有大出息了 昨天才给了我两万块 让我好好的在家里休息打麻将 不要出去工作了 她以后养我 这两万块 应该就是柳如烟在视频中说的 拿来捐助的钱 柳如烟造的是不小 不少网友都自发去捐了款 在张梅梅妈妈打出一张二万的时候 网上的评论瞬间变了样 不是说她妈早就一命呜呼了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妈妈没有死 难不成一切都是作秀炒作吗 好一个反转打脸 看样子张梅梅说的那宋文景的事大部分都是假的 网友们愤怒至极 觉得张梅梅骗了他们的同情心 没过多久 这条视频的热度就掩盖了我之前的事情 如今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都是讨伐张梅梅的人 爸 柳如烟的电话很快打了过来 宋文景 你以为你找到张梅梅的妈妈就万事大吉了吗 她显然已经气急 骂我的话层出不穷 就算张梅梅的妈妈没有死 你也别想好过 我点燃一根香烟 慢慢吐出烟雾 那我等着柳如烟的电话刚挂断 网上就又掀起了一番腥风血雨 是张梅梅的澄清视频 她低垂着头 我是张梅梅 我对不起大家 她红着眼给所有人道着歉 之前网上的讨薪 都是柳如烟教我的 她说只要我这么做 就给我二十万用二十万来磨我六百万 柳如烟的胃口可真是不小 张梅梅的视频 很快将导火索直接指向柳如烟 亏我们之前还同情你的遭遇 没想到你才是背后主使 柳如烟的评论趋下 满是怒骂声 把钱还给我们 之前被柳如烟骗着捐了款的人 纷纷在找柳如烟讨要着 甚至有人说已经报警了 我对顾小使了个眼色 她笑着朝我点了点头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顾小找了不少水君 人肉出了柳如烟 这柳如烟说的全是谎话 她老公明明对她很不错 我就是她隔壁邻居 我之前怕挨骂 不敢说 其实这个柳如烟我知道的 她离婚好像是因为自己出轨 网络上永远不需要什么真相 三人成虎 柳如烟很快就被架在了火上烘烤 她再次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扫了眼 直接将她电话拉入了黑名单 不是说让我生败名裂吗 我倒要看看 究竟谁会生败名裂 事情发酵了两天 派出所那边给我打来了电话 有人举报柳如烟私吞捐助款项 你也涉案其中 麻烦过来协助调查 再见到柳如烟 她在没了之前 趾高气昂的嚣张模样 面上甚至还有几分憔悴 柳如烟将所有款项 全部缴纳清楚后 连着和几名捐款的当事人道歉 对不起 这些钱我真的从来没有用过 我也不知道那阿婆 只是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旁边的男子直接打断 呸 你不知道个屁啊 那张眉眉都说了 是你在背后指使她去做的 就是 这种黑心钱你们也想赚 真是没有一点人性 几人说的更是气愤不已 伸手直接对着柳如烟 推散了起来 好在旁边有警察在 将人都拦了下来 柳如烟此次的事件 虽然归还款项及时 也罚了款赔了钱 和当事人纷纷和解了 但最终还是留下了案底 拘留一个月 我刚回到家 就瞧见门口站着萧萧 见到我 她立马奔了上来 爸爸语气中 在没了从前的讥讽和鄙夷 她挽着我的胳膊 亲力非常 爸爸我好想你啊 不在你身边的这些日子里 我每天晚上都会做梦梦到你 如果是从前 见到萧萧这个样子 我一定心都化了 可如今 我早就已经被她伤透了心 我不着痕迹的将手 从她手中抽了出来 你过来做什么 见我不为所动 萧萧紧咬唇绊 泪水就这么滑落了下来 爸爸 我以后会乖乖听你话的 你能不能别不要我 不要我的从来都是她 当初叫别人爸爸的也是她 现在她的这服模样 不知情的还真能以为 是我虐待了她 九 刚一进门 萧萧就给我拿来了拖鞋 这是从前从未有过的待遇 萧萧我坐在沙发上 静静地看着她 她迅速坐到我旁边 乖巧无比 爸爸你妈那边有了案底 你以后就跟我了 柳如烟有了案底后 法院那边直接将萧萧的 抚养权改成了我 不过就算法院不改 萧萧早就被她妈教育的 只知利益不知情义的 她自己也肯定不会愿意 再跟着柳如烟的 爸爸 以后我都会听你的话 我绝对会乖乖的 可能是害怕我不听 萧萧甚至竖起手指 发起了事 如果我不听话的话 爸爸你随时可以不要我 萧萧是我的女儿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可能在她成年之前 抛弃她 抚养她 是我的责任 我不会不要你 再听到我的答复后 萧萧眼睛都亮了 她依偎在我怀里 爸爸 你对我真好 我爱你 曾几何时 我也无比期待这么一个拥抱 这么一句我爱你 可是 我换来的却只有无情 晚上躺在床上 我打开了手机 很快 屏幕上显示出了萧萧的身影 这还是之前柳如烟 在房间里装的摄像头 当时我一直觉得 在卧室里装摄像头 有点变态 可没想到现在竟有了作用 镜头里的萧萧 从床上爬了起来 她先是走到门口 趴在门上 使劲听着外边的动静 直到确认没有声音后 这才捏手捏脚回到床上 拨通了电话 好在柳如烟选的这个监控 还是不错的 哪怕萧萧已经极力小声了 我这边还是听得一清二楚 爸爸我冷笑了一声 萧萧叫的是楚云婷 我已经听爸爸的话到她家里了 可是我翻遍了家里 也没有看到有保险柜之类的 抽屉里柜子里也没有现金 原来她是为了钱而来 也是 在萧萧眼里 有的从来都只是钱 哪里还有什么骨肉亲情啊 她都可以因为我穷 而叫别人爸爸 我又还在这里奢望期待什么呢 爸爸 其实我也可以等她的遗产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我现在还活着 萧萧竟然就想着我死后了 反正她一副短命鬼的样子 也不见得 本以为自己已经不会再难受了 可听到萧萧这话 我心里还是难受得犹如窒息 原来在萧萧的心里 早就恨不得我去死了 眼角有泪划过 我关掉视频给顾小打去了电话 我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地方 顾小有些迟疑 可是萧萧毕竟是你女儿 那种地方去了 只怕世人都得脱一层皮啊 我叹息了一口气 将刚刚萧萧说的话都告诉了顾小 反正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她都知道了 那么也不差这么一点事了 听完以后 顾小那边默了一下 在我以为她不会说话了 正准备挂断电话的时候 她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知道怎么做了时 顾小那边很快就办好了所有的事情 她通知我的时候 萧萧正缠着我要买新的包 爸爸 我们学校的同学都有 如果我没有的话 真的很没有面子 我冷着脸看着她 你哪个同学有 这是一款成年女性杯的胯包 在听到我这么问后 萧萧脸色明显一致 她这话根本就是胡舟的 她想要的就是在同学面前出风头 让所有人觉得她有 她了不起 爸爸 见这一招没有用 萧萧索性拉着我的衣袖 开始撒起了胶来 我想着刚刚顾小给我打来的电话 我脸色软了下来 这个包我可以给你买 但是你要去新的学校 新学校 萧萧有些迟疑 我问了一声 这个学校是贵族学校 普通人 我还没解释完 萧萧就立马硬了下来 好的 爸爸 我去 不过是听到贵族学校这几个字 萧萧就迫不及待了 看着她拿着包走在前面 兴高采烈的模样 我的神情暗了暗 宋宇萧是我的女儿 这是我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 那么 我能做的 是尽量改变她 如果改变不好 那我就只能让她 永远留在那个地方了 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萧萧停住了步子 爸爸 这 这不是 不是网上出名的特殊学校吗 萧萧的眼中出现了恐惧 她往后退着 爸爸 我不去这里 我不要去这里 这个学校是出了名的管教严格 每天都是魔鬼军训教育 我相信 在这里萧萧能够有所改变 如果不能的话 我也不介意 让她永远在这里 只要教官给她留条命就行 乖 你好好学习 爸爸有空会来看你的 萧萧抱着我的大腿 爸爸 不要 我不去 你不要让我去 我以后都乖乖听你的话 好不好 我笑了笑 将她的手从我大腿上掰了下来 宋雨萧 你叫错了 我不是你爸爸 楚云廷才是萧萧愣住了 我接着说道 你之所以回来 不是为了遗产吗 那你就进去慢慢的 说不准你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就已经死了呢 萧萧的眼里满是惊恐 爸爸 不是这样的 爸爸 你听我解释 我往后退了一步 没让她重新抱住我的大腿 学校的教官们也出来了 萧萧迅速抱着旁边的铁门 你们别过来 我是不会进去的 我不会去的 在铁血教官面前 萧萧再怎么挣扎也没有用 她很快就被教官从铁门上抬了下来 因为挣扎太过用力 手已经被蹭出了血来 教官看了我一眼 我无所谓的拍了拍一百 以后宋雨萧就麻烦各位教官了 这孩子天性顽劣 各位教官至关好好教育他 只是麻烦 记得留他一命就好 有了我的嘱咐 教官们再没有手下留情 直接扛着萧萧就往学校里走去 宋文景 你个畜生 你他妈的 你这么对我 你别后悔 萧萧见我如此狠心 索性破口大骂了起来 你等着 等你老了 等你在病床上了 萧萧的话没说完就已经没了声音 教官拿破布塞住了他的嘴 我摇了摇头 开着车走了 宋雨萧 我等着 你是我的女儿 我没有办法选择放弃骨肉亲情 但是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我有一百种方法好好管教你 希望你有机会能出来吧 十一 柳如烟出来了 他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我公司 宋文景 你个畜生 你给我出来 被拘留了这么久 他面上竟显沧桑 行为举止犹如一个泼妇 如今瞧着他 我甚至有些怀疑 当初究竟是怎么爱上他的 前台因为阻拦他 电脑都被他砸了 见到我的那一刻 他朝我扑了过来 宋文景 都是你害的我对不对 真是可笑 他竟然认为是我害的他 可是明明这一切都是他作茧自负 没等他扑过来 就有人拦住了他 是楚云婷 云婷 见到楚云婷的那一刻 柳如烟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抱住了他 在他怀里哭成了泪人 云婷 我在里边好想你 柳如烟只顾着哭泣 并没有看见楚云婷 在背着他的时候 满脸上都是贤气之色 好了 好了 不哭了 跟我回去好不好 楚云婷在柳如烟耳边 轻言了几句 柳如烟很快止住了哭声 恩柳如烟擦了擦眼角的泪 瞪了我一眼 就跟着楚云婷往外走去 等一下 我叫住了柳如烟 麻烦这些东西赔一下钱 砸了我的东西 怎么可能就这么走了 宋文景 你 柳如烟刚准备输出 就被楚云婷拉住了 他咬牙切齿地瞪了我一眼 从包里拿出现金 直接丢在了地上 宋文景 你给我等着 我会让你好看的 他不愧是萧萧的妈妈 两个人说的话 都是一模一样的 总是让人等着 只是我不知道 他们究竟要我等什么 回到办公室 我电话就响了起来 你要的 我已经转给你了 电话刚挂断 银行的短信就发了过来 二十万 正好是之前柳如烟 从我卡里转走的那些钱 没想到 这楚云婷竟还真的说话算话 也是 毕竟他如果不说话算话的话 那么等待他的 便就是法律的制裁了 学校那边打来了电话 萧萧最近很听话 说是想要见你一面 我手指在桌上轻敲了两下 过段时间吧 至少等柳如烟和楚云婷走了 过小来的时候 我刚挂断学校的电话 柳如烟走了 我问了一声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无情 明知道楚云婷这次回来 是带着目的来接近柳如烟的 而我明明有救他一命的机会 顾晓摇了摇头 在他算计公司 算计你的时候 一切就已成定局 是他先无情的顾晓果然是懂我的 不愧是我的兄弟 只是 你何必放走楚云婷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在背后指使的张梅梅出卖公司机密 挖空公司 柳如烟转走我所有的财产 带着女儿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离开我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楚云婷在背后操作 法律自会惩处他 从他看中柳如烟 到带着柳如烟回东南亚开始 他就已经触犯了法律 我不深究 自然有法律来严惩他 果然 没过几天 就有了新的热搜 警方经过多年部署 终于抓捕到了游走在东南亚一带的贩卖走私罪犯 这其中 最夺目的就是楚云婷 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戴头套的 也证明着他将面临的 是最严厉的惩处 我给学校打去了电话 麻烦让宋雨萧准备好 我今天过去看他 今天 我给他带了两个好消息 一是 他视为亲父的楚云婷被抓的消息 二是 他一直盼着能够来拯救他的柳如烟 深运并且没有全世的消息 全文完